那你要早上把它變成中文的 從左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help 左上角 好 你往下走 Display Language 有看到中文的嗎 看字應該知道意思嘛 這樣了解 所以你應該知道選哪一個 選完之後呢 他會問你 請你把這個軟體 重新打開一次就好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你在這個地方你就把這個軟體關掉 關掉的時候它會出現一個 這個視窗 問題你就右下角這邊 在右下角那裡有一個close 我這邊畫面比較看不到 右下角你把它關閉就好了 把它關閉 你把這個軟體重新打開 它就中文了 右下角那裡有一個關閉 現在進來之後有沒有看到你比較熟悉的 中文了 這樣會不會切換的 這樣會不會切換的 好 就是第一次 你進去這樣切換一下就ok了 你不會切換一下 你會不會切換一下 那邊有什麼事 我會不會切換一下 對 你會不會切換一下